玉溪地区农会营造大与精密加工厂区休闲产业 今年春节打造黑熊花海 令人眼睛为之一亮 而这次再度邀请外汇大师谢宗辉操刀 重新彩绘加工厂浪板墙 玉溪地区黄金农田景观以及红桥地标 耀然墙上成为园区的一大亮点 为了工作安全以及方便彩绘 为而搭建的阴架交错如之 但是仍隐约可见后方彩绘大师谢宗辉 挥洒创作本刷上色的身影 为玉溪地区农会大与精密场 这一面浪板墙面填上色彩 整理跟修复 差不多了 已经来到最后的10% 10% 5% 擅长壁花情境和3D墙面彩绘的谢宗辉 作品遍及北花莲各公共场域 今年初首度化到南区玉璃镇 协助玉溪地区农会 营造彩绘黑熊花海 令人眼睛未知一亮 这一次再度受邀 重新彩绘加工厂 这一面375平方公尺的浪板墙 秀仲辉说这是高难度的挑战 这个当然比较难啊 因为它很长啊 很大啊 我们一般房子的不可能这么宽 对 顶多什么五分之一 四分之一 这个是好几倍啊 那在构图上会不会觉得 哇 也很难 比例上怎么拿捏啊什么的 不容易 原本预计三到两周就可以彩绘完成 不料天工不作美 每到下午就开始下雨 整个彩绘作业级进度受阻 因此谢仲辉紧紧把握 上午阳光露脸的机会 上阴架粉刷彩绘 我那时候本来是抓 可能20天25天要完成 结果弄了35天还可以做 对 我要蛮漂亮的 玉溪地区农会 营造大雨精米加工厂区休闲产业 即今年春节期间打造黑熊花海 这一次再度邀请外汇大师 这些重灰超刀彩绘 远区的这一面波浪墙 以玉溪地区特有的黄金稻田 以及玉溪镇红桥地标景观为主题 目前大致都已经彩绘完成 以玉溪地区特有的黄金稻田 以及玉溪镇红桥地标景观为主题 呈现出玉溪镇景观产业特色 也成为了园区的一大亮点 记者是玉蓝玉溪镇采访报导 但过来免除了结局 这要点就走 是玉溪镇的 但多勒 但是对玉溪镇的 还有一个箇